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大阪的世紀陽光大廈 看到我們三部戰車 三代同堂 我們今天介紹一下 為了提升我們公司的服務質素 我們連出了三部新車 就是全新的Alfred 40系 這部是金色的 還有兩部黑色在今年的年底 我想和大家說 如果大家來看陽光大廈民宿 想投資被動收入 由月租變成日租 我們會提升服務的專車接送 首先我們這個位置 是俄沙卡珊塚塔 現在這些是民宿 我們拿了合法的民宿牌照 我們還有一些campaign car 還有一些campaign car 可以提供給大家租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部戰車 這部戰車是我十一年前 剛來日本創業的時候 買了20系 其實我們在日本很有趣 什麼都貴的 就是車和樓 汽車和樓宇 是便宜的 這部戰車 我當時二手買回來 都是不過200萬日圓 但你現在賣出去 都只剩100萬日圓 即是不會虧很多 以及豐田的Alfred 是七人車王 另外這部戰車 很保值 大家可以看到 五年車好像全新車 基本上 不像駕駛了五年 你看看 這個是我們20系 這個是30系 我們這裏就是世紀陽光大廈 說這麽快就起好了 剛剛上個月就平了頂 接下來十月份 入伙的時候 我們會招呼業主 來入住試住 開著我們這架全新的Alfred 去迎接我們尊貴的業主 嘩,好曬 不如我們進來這個公司 介紹一下 我們集團最新代言人 好了 我今天就介紹一下 我們日本世紀日的 最新代言人 叫做草展江 這個就是木村拓追 那個班 我們今天就看看我們這一個 先介紹一個20系的車 這個是我們11年前買的Alfred 其實這架車也挺好用的 這架車和那個30系 很明顯 30系的軚盤 改變了很多 例如它會有一個叫做 汽車室內廣播 等等很多這些功能 但這部車其實 其實你說20系都不錯 我們以前還有一部10系 好,我們先看看30系 這部就是30系 明顯已經提升了很多 首先你看到軚盤 那些質感 基本上那個功能 還有多了很多什麼 多了很多電子化 例如剛才我們20系的 螢幕顯示器很小 這個就很大 就是它的螢幕比較大 還有它這個 有些科技就是 這裡有個室內廣播 還有它一堆電子產品 我們不如重點說 這個40系 我們40系 你看到大屏幕 是升級了很多 有沒有看到 升級了很多 有很多大屏幕 例如它這裡可以加個頭射 那個螢光幕 是可以顯示一個GPS出來的 即是我們一直看GPS 都要看這個螢幕 但最新的功能 就是當你開車的時候 就在前面這裡 會投入地圖 還有這個 就跟20系和30系有什麼分別 你看看天花頂 全部在天花那裡 就出個冷氣 還有可以有三個太陽眼鏡 前中後就放著 這些全部是太陽眼鏡位 三個 即是它的頭殼頂出風 這個是20系和30系都沒有 這個40系全新車就有 另外它的馬鞍 就大了很多 之前我們看過馬鞍 就不是那麼高 是低一點 還有會跌一些東西 這裡全部封密 整個馬鞍 中央中號台 我們剛才那兩架是八人車 因為我們經常會車客 但因為新款的40系 沒有八人的 只有七人的 七人車就是豪華座椅 譬如你現在坐在這裡 這裡就是飛機椅 兩個飛機椅 後面可以坐三個 我們有行李的時候可以前一點 這是我最新升級的 滿天升地毯 我們這個 會見到還有一個最新的章 就是Alfred這個章 有一個Local 這個是40系最新的 有一個章 還有如果大家有看到這個 就寫到明是俄沙卡 Toyota Pack 這個抵到爛 香港一百萬一步 大陸要買到百二萬 日本是三十幾萬 即是日本那些樓和車便宜 質量高 還有我們可以享受一個很高品質的享受 最重要是車和樓 衣食住行 所以我們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過來日本大阪投資 想買樓收租 一定是買什麼呢 是可以日租的民宿 如果大家要過來買樓收租 一定要買一些 城洞大廈 都是那間公司容許你做民宿的 你就隨便買幾間 不行的 我們的宗旨 買了都是買一塊地 然後Taylor Make 度身訂造 接著我們就做大廈管理公司 租務托管公司 民宿管理公司 而我們Shunshai 珠色會社是日本的發展商 我們負責成棟大廈 由Foundation到平頂 好像那一棟 剛剛上個月已經平頂了 馬上就會在十月入伙 接下來我們會有五六個項目 陸陸陸續續開工和入伙 有興趣過來大阪看我們的陽光大廈民宿 還有一個全新項目 就是深齋橋東陽光大廈 它互互都有一個室內磯拿 獨立的磯拿 這是很貼心的 地上還有一個風呂浴 方便大家浸個好湯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Whatsapp 97216618 大阪見 多謝 拜拜